《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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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一個朋友說 戒心有什麼難 他說他每天都在戒 一年戒了365次 所以我那個朋友現在還是個老煙腔 所以決心容易下 維持戒心難 三十多年前 我戒心傳銷的第一天 我就下定決心要在這裡翻轉我的人生 可是我被一個東西卡住 那就是賭 以前我是個賭徒 而且是一個很有成就的賭徒 因為我大部分都贏錢 也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把我卡住 傳銷我想做 但是就是因為他 我沒有真正的行動 有一次我在打牌 上線跑來要我下線的地址 因為他要去幫我做OPP 後來當我知道 他特地為我去向他姐夫 這輛車子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就從賭桌拿一把錢 要給他當費用 結果他竟然不拿就走了 那時候我的心好像 狠狠被撞一下 他在幫我做事業 我卻在賭場玩樂 我要給他費用 他不說 當下我就覺得我很對不起他 也感覺很對不起自己 因為不改變 我一輩子是賭鬼 這不是我要的人生 當天回家我就想了一個晚上 從此以後我就把賭博戒掉了 人生的道理都是一樣 我們都想要過一個美好的人生 想要擁有一個不平凡的成就 但是你拿什麼來換 除了努力之外 就是一份真正的決心